你最反感的网络流声语是什么 死歌 什么事都是死歌 死歌 能不能死歌而止啊 任何事情下面都会有人说 像极了爱情 是因为单身久了出现幻觉了吗 小哥哥小姐姐 这两个词很忧郁吗 你遇到不认识的男生和女生 那你要怎么叫呢 叫叔叔阿姨好 他们那些人幼稚 就说小学期 这个词是对我们小学生的侮辱 现在我最讨厌就是说 爱老钱啊 收集666啊 真的想弹弹力 各种网络书记特别令人反感 XXWL 笑死我了 DBQ 对不起 难道中国汉子管车不了你们吗 哈哈哈哈 现在好多人就是一遇到开心的事情就哈哈哈哈 现在特别没有文化 奈何本人没有文化 一句哈哈走天下 吴玉凡有一首歌叫badgirl 你们全是网络用语 什么我想进去 前向前后步的感觉 特别土鳖 特别喽 我想进去 有一些人把古诗词 变成了那种笑话 赞王轮被改成了这样子的 李白泉舟不给钱 鱼腹一脚低下船 桃花潭水三千尺 不知李白死没死 这是侮辱了那些回家的古诗词 作家李白东府管卫白军语动傲然 你觉得现代人一定要懂网络流行语吗 懂一点吧 因为你身边很多同龄人都会用啊 要是不知道这什么意思你就很吃亏 就不是说别人说你是魔鬼吗 那你觉得是哇你在骂我 就为别人只是赞美你吧 不一定吧 有一些网络流行语就是脏话了 影响我们这些祖国的花朵 健康的成长 网络用意表生命周期很短的 比如说燃料香菇 现在说这个人感觉特别土 开心了就只会哈哈 伤心了就只会呜 这间长你的词汇就会越来越频繁 你觉得现代人一定要懂网络流行语吗 我认为没什么必要 有那个时间去了解网络流行语 还不如来五多贝极首 唐诗送品呢 比如说你开心的时候 你就可以说仰天大笑出门去 我贝极是朋友人 如果你忧愁的时候 就可以说白头骚更暖 魂欲不胜灾 如果你斗志强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说 最必要的干净 梦回吹脚云 有诗语的时候就可以吹一点 清淡高雅的 独作幽黄梨 弹琴不长笑 身临人不知 明月来相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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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